这个儿子是不是也对爸妈有很多的回忆 尤其快过年了 大家都希望能够团圆 在北市松山府城隍庙前面呢 这位21岁来自台东的先生 每天弹着吉他走唱 他其实呢是5岁的时候被父母亲给遗弃 从小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 除夕前呢 他希望透过自己的歌声上了新闻 是不是能够带他找到爸妈一家能够团圆 坐在城隍庙附近弹吉他 这不是为了走唱卖艺 而是希望这歌声能找到自己的父母亲 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找到我父母 因为很多年都没见面 过年都是在一个人过 来自台东21岁的刘健雄 5岁时遭到父母遗弃 从小一个人在台东过院长大 国中毕业后无依无靠 凭借自己的才艺 三年前开始流浪全台寻情 毕竟还是要找个地方躲雨 有时候找不到地方躲雨 可能就要躲在庙里面 那就有时候冬天像现在 可能就躲在外面公园 或是街上角落睡觉 从台东高雄一路流浪到台北 晚上睡公园或马路边 只成信念的只有随身攜带的 一张爸妈合照 我只能这样子利用照片 能够找出他们 我只能利用唱歌 像台湾这样子走 走过每个地方 每个角落 是否他们会在那边 刘健雄雨带哽咽 除夕团圆前向父母喊话 只希望21年来 独自艺人的除夕夜 能在今年一家团圆 追选车卫雄 今晚如台北 采访报导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